四十年前 我的父亲来村里教书 母亲每天都带着自己做好的饭菜 去听他讲课 那个年代的爱情 单纯又美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温习一下 昨天所学的十字歌 知天知地 知古知经 彬彬有礼 有情有义 好了 明天可不要忘记交作业了 下课 又来了 今天想学什么 想学写字 好啊 我教你写字 写字要横平竖直 看好了 这个字 这个字念 有 有 这个字念 情 再写一个有字 最后一个 意 连起来念 有情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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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感情讲情义 那我们都要做有感情讲情义的人 先生 你怎么了 县里突然来人了 让我今天回去 那你下个月回来吗 那再下个月 飞雨的时候 你回来了吗 那再下个月 你回来了吗 这么想万的时候你总能回来了 说实话 有初八可以出来 但是也说不出来 你等我回来 你等我回来 我把十四哥一次一次地交给你好不好 给 这是我今天特意给你买的 我没有手带了 我们说好了 来演出吧 我们说好了 来演出吧 好 那也出发 到时候 我带你去山上看水 来 烂月出班 烂月出班 我等你 从那天起 母亲每天都在村口 等待父亲的出现 腊月初八 父亲没来 母亲就一直等 日复一日 终于等到了 那个熟悉的身影 从此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谢谢 没想到第一个节目 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就是让我很有感触 因为这部电影 它记录了我十九岁的时候 那一种 那种纯真 那种美好 那种 不会表演的状态 我记得 我们有一场戏 抱着那个碗 追着先生 然后那个碗 开了 我坐在山坡上哭了 我真的哭不出来啊 因为你不懂得 怎么样去调动自己的情绪 我印象特别深 张宇某导演说 子怡 天马上就黑了 我们马上就收工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那一下子就紧张 然后就开始想妈妈 然后马上就哭的 就梨花带雨 就特别的有那种情绪 所以郑爽 我能感受到 就是片段很简单 但我觉得 越是简单的东西 是越难处理的 坦白讲 如果我十九岁的张子怡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一定不如他 很感谢你们的表演 谢谢 因为这位小姨子呢 大三的时候 她去拍戏 就拍到我的父亲母亲 然后第二年去甘纳 还给我带回了一个踢雨衫 那会儿就差点 我们俩就产生情愫了 就回来 当心有人答你 就现在讲是 嘉伦跟郑爽 我先说嘉伦 嘉伦这个整个形态 我觉得稍微 有点就是太稳了 是是是 然后我说郑爽 就在最后上面 那个台子上 那个就是 我等你 把那个 等你那东西 再出来一些 我觉得你因为 没有那个 我等你 没有那个 而显得那么自然 不用那么喊 因为生活中的人 不那么说话 别听她的 对吧 但你也听说 我们家孩子 去打个酱油 我告诉你 我怎么喊 我等你 就那种 撩下头发 我等你 知道怎么来的了 艺术来源于生物 吃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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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富闭 吃惨 吃惨 风 吃惨 散